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六级 走为上级 我们还是开溜吧 嘿嘿 我就知道你们没这么轻易认输 本来还准备留你们这帮妖物的性命一阵子 但是我有事情要陛下尽快回去 不把你们全部剿灭 那陛下就得一直耗在这里 所以我不会给你们喘息的时间 今日就把你们全部消灭 嘿嘿嘿 这臭小子今天怎么这么拽了 莫不是吃错了什么药 哪来的黄狗小儿 不知天高低后 陛下 莫要听他大吹牛皮 就算妖王没了 这帮妖族也不是好对付的 这一战 武军死耗甚大 此时还要全军出击 十非明智之举 请陛下三思啊 你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 英雄 我手下大将的意见 使这些妖兽太难缠了 现在打 没有赢的把握 你可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嘿嘿 没有 你这小子 没安排 没计划 没头脑 没智慧 还只有区区神军修为 你有什么资格在陛下面前大放厥词啊 将军 您先别急嘛 俗话说得好 一立详诗会 我有师父给的玄黄鼎和其他宝物 比他们更厉害的妖族我都能一个人搞定 对付这帮家伙足够了 信你个鬼 一个人就想战胜妖族大军 我好歹也为陛下征战多年 就没见过这种场面 好了好了 现在大敌当前 内部矛盾先放一放 你们都退下 剩下的看我表演 喂 打不打呀 给个准话呗 不打我们可走了 打 当然要打 不打你能长戒相 不打你能知道 心运热不打 青龙将军 这家伙真的靠谱吗 看他那么自信 应该有两把刷子吧 只希望别是没毛的刷子 各位妖族 久等了 走你 哼 九屏区区一个破顶也想伤我 真当我们是吓大的吗 我在这段时间和师父修炼的时候 心悟处的招数 就拿你们试试水 太深压力了 好了 收工 这就结束了 你看 我没骗你吧 都说了 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虽然很不甘心 但这小子 真的好强 感觉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神军镜啊 林翔 厉害呀 距离上次见面只过了不久 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本想着平定北方战场便去寻你 却不想你却先一步找到了这里 人嘛 都是会成长的 我为了从夏节飞升上来 也闭关修炼了好几年 而且我这次找陛下 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哦 什么事让你不远千里 来到这边境之地 待陛下安排完毕 咱们一同去往天悦城吧 我会在路上跟您说明原因 我说啊 陛下什么时候 有这么好的伙伴了 好像还很亲密的样子 看来 青龙将军 你现在的地位岌岌可危啊 狮宠尽在支持啊 闭嘴 你们几个 胡乱揣脱陛下的心思 回去都给我做不重训练 上手 不要啊 饿了一夜 那灵贤可有求饶 没有 他只是静坐了一整晚 似乎在屏息凝神 减少消耗 哼 他是个有骨气的家伙 那就再饿他几天 我就不信他不松口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工的孤雾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招款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灭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 一二三三三 何时才能为您暴走啊 流浪孤儿竟能手刀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周四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